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筋脉用药 包括我们常用的一些西药外肤 龙肉发腊 牛酸美 这治疗都不好 还顽固性水肿 那么我们就给一个评估 如果是在能够保留足够皮桥 确定它不会产生疏后肛面狭窄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谨慎地采用手术修颈的办法 对于当个的水肿手术 修颈是很简单的 效果也很好 同时要注意一点 实际上这种水肿的病人 他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 必要的心理疏导 也有时可以起到影响不到的作用 因为这个水肿随着实境的推移 它是会逐渐消肿的 这个只不过实境上面稍微长安静了 如果你心理上面能够调理得好 一半问题也没什么大的 感谢观看